我想這個內會的事件顯示了幾件事 我想第一件事就是國際形象已經不太兼顧 其實不只是立法會 你會見到警方監警會的報告 其實大家都覺得它不是反映事實 很多事情沒有報告下去 亦都有一些國際上之前入過監警會報告委員會 或調查委員會的人士辭職 還有評擊報告其實很偏頗不公正 所以我想其實中國或者香港特區政府 已經不是很顧及這方面的國際形象 它所顧及的就是可能是一個 它理解裡面很狹窄的所謂法治精神 就說根據這些法例 就是我有這樣的權力的 雖然那些法例未必是一個民主公平的情況定立的 可能是它操縱的議會定立 總之它定立了這條法例 就按照一個合乎法治 就是一個它覺得國際社會可以接受的精神 所以我想它現在守著的底線 就已經不是那些大家坐得齊齊整整 就是很和平 很文明 就是你打架 抬一些語言走 甚至會看到在最近那次事件裏面 許智峰就好像被保安 就是用那些過份的武力去控制 扔了它出議會 我想這些它都不自在的了 這些畫面 它比較強調的就是說 那個底線就去回到 究竟在香港是不是有一條法例 是賦予它這個權力 雖然這個法例可能違反人權 或者違反很多東西 它跟隨這個法例做 那就沒有問題 那這個我覺得是第一個含意 就是它的標準也都再降低了 就是它那個不要面的程度也都高了 那另外一樣東西都是一些人的說法 就是它現在似乎是對於 立法會那個控制也是收緊了很多 那譬如過往就是那個 就是為什麼郭榮鏗可以做到主席 就是因為根據立法會的一個內部 那個法律顧問的意見 那它跟著就去周圍問意見 周圍問意見的時候 就是它問了多少不告訴你 那它就說找到 我找到兩個人是支持我的 它沒有告訴你 它找到一些不支持他的 那民主派也質疑 那你有沒有問其他人呢 就是整個法律界 國際上很多人的 所以我想另一件事 它也都希望在議會上 有一個絕對的權力 因為那個 第一它就希望所有事情 都是有些法律基礎 法例的基礎 我覺得不是一個法治的基礎 另一件事就是它希望在這個基礎上面 有絕對的權力 所以那些人都說 其實你只剩下幾個月 你要整個《國歌法》 那《國歌法》 其實都不是最重要的 因為你最重要的是想23條 其實23條是比《國歌法》的 不是你《國歌法》 唱歌仔而已 那你23條可能 出一句聲 表態都可能會受到很嚴重的懲罰 所以我想它另一方面 透過立法會 都是希望收緊它的控制 即所有會議的主席 可能都可以控制到 所以那些人就說 為什麼突然變成陳健波 做主席呢 其實李慧琼現在主持到 初初是李慧琼可以主持到的 會議 就說他5月27日就會討論《國歌法》 他就委任一個人做主席 那他就找了一些法律意見 當然是一些未必最全面的法律意見 所以我也是覺得 他在這個事事根據 他覺得是對他有利的法律的情況下 他另一方面也是增加一個很強大的控制 而這個控制不單在議會上面 大家要看清楚 他不是純粹是想在議會上面 一個正式權力的控制 在社會上面 稍後也可以說多一些 在社會上面一個思想的控制 但是控制年輕人 所以大家會看到最近 在公開考試 這個DSE考試上面 就有一條問題 他覺得問得不對都要封殺 這個其實也是一個 開始一個思想的控制 在社會上面 整體的自由的收緊 以往呢 立法會都有一個小小制衡 譬如有一個關鍵少數派 譬如有很多重大的法律都要三分二 所以凡民主派或者非建制派 有三分一或以上就可以制衡到 另一方面也有兩個功能 這個就是很多人討論 過往可能有一些 我們叫做中間民主派 溫和民主派 理性民主派 即是聊聊天 大家都不想搞成這樣 有人走一步 但是現在就好像沒有了 因為你會看到現在 一些反對聲音都容量不到 你反對他 他就抬你出去 也是他看到他很多事情想做 譬如各國法 23條很多事情想做 他如果很多事情想做 其實都要把那些關鍵少數派剷除 就是你三分一都覺得嫌多 所以我想現在出現的情況 就是他覺得議會 就似乎是一個橡皮圖章的角色 就多過可能都有些制衡 因為你如果沒有制衡 你知道其實政府又亂花錢 有很多官商勾結 還有很多時候都是被市民去舒舒氣 就是你會發覺 有些民意代表在裡面鬧一下 抗衡一下 起碼被市民覺得 不是一面倒的一言堂 但是你會看到這次其實就很粗暴 去處理很多民主派的議員 就是逐個抬走 他四十比零他都不介意的 就是因為你過往看到 他都會停一停個會 不要那麼噁心 就是你想想反送中都沒有那麼噁心 就是你反送中 你會看到兩個都爭著做主席 推下推下 然後有石禮謙說 那麼噁心 我不制了 他見那麼噁心他都不做 因為你在立法會裡面 你用那麼多保綱 就是基本上 認同一個好像便衣警察的角色 去到鎮壓這個議員 其實在國際上 是一個很噁心的場面 也是一個笑話 以往那麼噁心的事情 他都不會做 但是你會看到 今天是很震撼 或者昨天 下個場面很震撼 就是陳健波坐了上去 然後有一堆秘密警察 形式的便衣警察圍著台 其實那些泛民主派議員 多勇武都好 你人多勢眾他們 他都是在外圍推下推下 過往都是停幾次會 大家冷靜一下 但是今次是很粗暴 將他們都拋出去 甚至有些場面 你會看到 是立法會保安 就是在道門裡面 有幾個擋住道門 外面有幾個擋住道門 反正民主派議員 是進去投票的機會 都沒有 就是投一個反對票的機會 都沒有 所以我想那個 其實那個立法會的性質 就似乎連一個 因為立法會過往 其實都是在行政主導的情況下 都是一個小小的制衡 以及都是反映民意的基礎 其實你要知道 其實泛民主派議員 或非建制派議員 才是民意的大多數 只不過我們有一些很扭曲的選舉 例如這個功能組別 就令到少數人佔更加多的議席 似乎連這個制衡 或者反映意見 就是表達意見的功能 現在中國政府 或者是特區政府都覺得 其實沒有了都未必那麼重要的 這個是關乎到 有些人覺得是兩樣東西 可以是同一個問題 就是關乎到這個是 國家的面子問題 就是他不想覺得 你原來小小的議員 你可以阻止他 這個覺得是在挑戰他的權威 所以他覺得 你凡是反對我的 你沒有好下場 還有沒有人可以反對我的 你反對我就越強 所以有些人覺得 是一個國家面子 顯示國家權力的問題 但是我也覺得 這個是一個 在香港管治的問題上面 是一個新的策略 新的方向 就是大家也都看回 當調走了中聯辦、港澳辦、黃振文 那些人之後 就搬了駱惠寧 中聯辦駱惠寧 夏寶龍 就是港澳辦 我覺得他們 你看回他們過往的 都是 首先就是很高級的 中央的官員 做個省委 就是在國內 是很高級的官員 還有他們都是很強硬的 如果夏寶龍 就是鎮壓過一些天主教組織 擦十字架 擦聖堂 所以我覺得另一個顯示 就是說他們現在管治香港 是用了一個新的模式 有些人的說法就是 將國內的模式搬來香港 甚至有些更加憂慮的說法 會不會其實將新疆的模式 搬來香港呢 就是你越反對我就越鎮壓 還有那個鎮壓手段 是很離譜的 很多事情我都敢做的 除非你放棄 甚至你放棄 他都可能會清算你的 所以我會覺得 另一件事 寬一點的就是 其實似乎那個治港的政策 在中聯辦 港澳辦新人事的情況下 其實已經有一個很徹底 和極端的轉變出現了 香港要擔心呢 其實就是很多事情的 就是你會見到 經常都說 一人走一步 因為過往有溫和民主派 看法就是說 大家香港經濟城市 一人走一步 賺錢而已 沒有民主死不去的 沒有所謂 但是你會現在看到 其實因為香港 其實過往 你知整個香港問題 都是說 一國兩制 高度自治 其實有一些說法就是維持現狀 就是你英國人怎麼管 你就管回 就是大家找到 有公平的 有法治 都有自由 我罵一下政府 沒有什麼行動 就是你會見當年 九七之前 香港有個特色 有很多報紙的 左中右 什麼派都有的 各自說 有些說得很離譜 沒有人看的 就收拾了它 有人看的就說多些 說是無所謂的 就是你沒有實際行動 港英政府 就是民地政府 都不會做太多事情的 但是你會見到 現在對香港最大的影響 就是你過往所擁有的東西 就越來越少 就是那個基本的自由 就是那個言論的自由 包括了你講的說話 就是現在興起了社交媒體 就是說你公務員 都可以攻擊政府 過往都不喜歡英女王 經常都說英女王 笑她做老闆娘 仕頭婆 其實你都有點貶意 你現在貶低習近平 可以不可以 你笑她是小童為尼 或者她肚腩太大 可以不可以 就是你過往都叫英女王做仕頭貨 我又沒聽過 有些人叫英女王做仕頭貨 很可憐 私底下的一些言論 但是你現在也有些人擔心被清算 公務員有機會被清算 老師有機會被清算 事實上教育局也警告了很多老師 原因就是因為她私人的帳戶 和私人的朋友 有一些的說法 譬如最新的教評局 有個教評局的通識科的高級經理 就要辭職 當然她自己沒有提出 或者公開這個辭職理由 但是很多人相信 就是因為她在自己私人的社交帳戶底下 和一些私人的 她不是公開的 寫了林鄭滾蛋 被人覺得是被很多左派攻擊 當然包括了文匯 大公這些左派的傳媒攻擊 又最近教協上來這個 她所思教協上來這個 CCTV 中央人民電視台 就成為了一些禍港的組織 因為跟她的交易有關 所以我想現在比較害怕的一件事 就是香港人就似乎 沒有什麼談判空間 因為談判空間很多時候 就說你不問人拿回一些東西 就是有些東西失去了 你保持回現在 但是會看到很多東西 都在收窄過來了 所以我想香港現在損失的 就非常之多 就是過往沒有民主 我們都有一些自由 但是現在自由就似乎失去著 經濟上面也損失很大 因為你知道很多紅色資本 就在參與香港 中環也多了 國內金融財進很多 其實原來都是國內的精英 來香港讀書 甚至是就這樣調來香港 就多過香港本地人 所以其實在經濟上面的發展機會 都比過往而差 即是說精英的發展機會 不是純粹一般人 所以我想現在香港 就似乎是失去著很多東西 那你要怎樣保持回 就要想很多方法 或者真的可能必得不易 都要投入這個抗爭上面 有些人就提出了一個說法 這個就是中美鬥爭 即是冷戰 即是中美新冷戰 甚至有機會是熱戰 因為台灣海峽會不會開戰那裡 都很多討論 雖然個個看法不同 但是台海開戰的機會不是零的 我想大部份人都覺得不是零的 即是可能未必可以最高 所以我想如果要理解中美現在 或者中國管治香港 即是突然間收緊那個想法 我反而覺得這個就要去回 有些在他們陣營裏面的人士提出過 就是那個中央的底線思維 即是它的底線思維就說 不如你去到最低 我先輸多少 我又覺得它的底線思維 那個底線就不是真的很低 即是它會覺得 你香港沒有了最優惠的待遇 那就最多捱一陣 那你見封城都可以 現在整個中國停了牌 慢慢才復工 即是都史無前例的 GDP倒退了 是吧 十個八個百分點 它又可以覺得接受到的 所以我想現在為什麼中國 越來越大膽 或者甚至是覺得 香港在短期上面 犧牲了一些利益 它都可以的話 就是它的底線是覺得短期的 即是它會覺得最差發生的 短期的 即是你要想回 當年快要有六四 那當年六四就很害怕 哇 你真是當年六四害怕到你明白嗎 即是害怕到中國又要開放 又要改革 那鄧小平都很害怕 一夜之間會不會沒有了呢 被全球杯葛 現在也有說內部報告 即是傳出來的內部報告 也都評估過現在中國在全球眼中的受歡迎程度 就低到好像六四那樣 甚至更加差的 但是最後六四發生什麼事呢 最後說 我想中央的想法就是一個淺字 西方國家有利益 它會不會過來嗎 中國越來越強大 其它國家不會屈服嗎 所以我想如果理解一下 即是有些人覺得 中國現在好像很極端 很大膽 我覺得完全是建基於 它對現在局勢的評估 所謂底線思維的底線 就覺得一切都是短產物 即是其它國家的看法都是利益的 即是你歐洲少過意大利 什麼西班牙 死了那麼多人都未必這麼出聲的 即是澳洲現在好像很強勁 但是澳洲很遠 將來如果中國經濟強勁的時候 你便又回來 那這個第一 我想第二就是說 它看的問題可能很短線的 即是現在真正在挑戰中國的是誰 只有美國 那你其它國家去說一下 歐洲那些都去說一下 即是你看德國那些有多強硬 姿態上面很強硬 又可以索償 獨立調查 但是有沒有什麼軍事行動 有沒有一些航空母艦來了 沒有的嘛 它只有美國的 那就算了 它的底線思維就是看回 現在針對中國的就是只有美國 那美國是誰 就只有特朗普 那特朗普就跟習近平不同 習近平可以無限期連任 特朗普快要連任 還有連任就是11月的 那11月的人都說法 我忘記了是不是11月5日還是怎麼樣 就是可以看回那個選舉人 那些人就說法 你不用等11月的 你這幾個月暑假頂到 就是給美國人看到 特朗普就對中國的威嚇是無效的 你那個蓬佩奧 蓬佩奧其實都很奇怪的 蓬佩奧美國國務卿 是一個在美國裡面很高級的官員 但是不斷受到中央的電視台 中央的媒體 官方組織 不斷是個人攻擊的 就是你想一下 喂 你美國一個國務卿 一個很高級的人 你居然整個國家在那裡針對他 說他的壞話 又說他不行 反對他 其實都很奇怪 其實他在反對著背後 就是在反對著特朗普 因為背後就是幫特朗普做事 所以我想整個說法 為什麼去到那麼強硬 因為在中央的底線思維裡面 就覺得只要中央頂得住這幾個月 就被全美國人看到 你特朗普這麼強硬 是指老虎來的 就是你再選他就幫不了你做事 還有另一方面 我們將來的合作 商機又可能沒有了 所以只要這幾個月 特朗普換了台 換了拜登 情況就好很多 所以我會覺得 為什麼中央是這麼強硬 就是在他的底線思維裡面 他覺得很多事情 是接受到或犧牲得到的 但是我覺得他的底線 就未必真的反映到現實的 第一就是說 究竟特朗普是否真的不會連任呢 你知道特朗普的生命力很強的 第二就是說 今次的做法 就是因為這個武漢肺炎 是否等於六四呢 就是過了之後 沒有人記得有商業 你又回來 當沒有事情發生過呢 我覺得這個也是可能樂觀了一些的 有幾個方向可以看 第一就是挑起這個民族主義 民族情緒 這個跟國內都是一樣的 但是真的很好笑的 因為其實之前 中日關係是很好的 直到這個奧運 就真的做不到 日本就很不滿了 因為那個 就是大家覺得 那個肺炎其實是來自中國的 所以現在又去到民族情緒 我覺得這件事情 第一樣的暗示 就是將中國國內那一套 也都是搬來香港的 包括那個思想 教育 一定要民族主義 民族情緒是最重要的 甚至是民族主義民族情緒 這些就要灌輸在教育上面 另一件事呢 我亦都覺得跟整個反送中的 就是它的對策有關 因為整個反送中 你知道中央很不滿的 一方面就平息不到 最後要撤回 另一方面又令到台灣 蔡英文選舉又成功 就是大勝 就是韓國瑜基本上就沒得打 他現在連市長都可能沒得做 因為人家罷免他 就是徹底一敗塗地 所以整個想法 都是要怎樣向這批人 就是人去清算的 我覺得中央會看回 為什麼反送中會搞成這樣 那麼多年輕人反對他 還有年輕人反對他的時候 一定是教育出問題 教育出問題就是說 學生要整治 老師也要整治 科目也要整治 所以你會見到其實 歷史科未出事之前 飽受批評的其實是通識科 因為歷史科很久了 你要知道趕近年代 歷史科又不見出事 但是通識科就是一科新的科目 那些人又計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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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計 就是他們一定要找個藉口 為什麼出事 他們不會認回 說會不會有林鄭月娥的管治有問題 會不會現在這班官員的能力有問題 他不會這麼想的 一定歸咎回到年輕人 教育和老師 所以我覺得這個就是趁機 他怎樣去到透過這件事件 其實他自己挑起的 沒有人說的 沒有考生投訴的 你知道考試 說問題出得不好的話 第一個投訴當然是老師和考生的 說我不見了很多分 很不公平 我不知道怎麼回答 但不是的 你會看到他是左派開始投訴 其實不是很關他的事 還有那條題目就是利多於弊 你回答說沒有利有弊 就是用楊潤雄的說法 利多於弊 你都可以 因為是評論題目 因為我以前其實都在考試局出過卷 你評論的題目 你都未必要跟他的 你說其實題目出錯了 其實是沒有利的可以弊 都可以的 因為他不是看你立場 是看你推論的 還有他雖然有些資料提供 資料提供是參考的 因為你看到那條題目 是問了1900到1945的 那45年這麼長的時間 他怎麼會兩篇文章 就可以總結到的 所以其實都是作為一個 就是參考的角度 但是我會覺得整件事件挑起到現在 其實就是說做的一件事 就是希望清算年輕人 清算老師 清算教育制度 就令到他們的思想是統一了 不會有些他覺得是一些不健康的 甚至是滋生了一些反對政府 反對中國的一些思想出現了 還有也都好像立法會 剛才討論內會的情況一樣 就是建立一些制度 一些權力 使得他覺得不滿的時候 他很高壓的行政的黑手 就可以直接伸到他教育那裡 將這條題目 甚至是向整個教育界裡面的人士 就剷除換人的 所以你會看到現在所提到的就是說 希望建立一個機制 其實是有的 因為根據這個考評局的條例裡面 因為考評局都是一個法定機構 考評局的條例裡面 就說特首是有權根據公眾利益 而給考評局一些直接的指示 現在大家就在憂慮 就是考評局其實都要政府給錢 政府資助 高層也是他委任的話 那麼他拆不拆得住呢 我覺得可能性就很低了 所以他現在就有機會 就可能就特首出聲 或者有教育局局長代勞 就給一個指示 這個考評局 就將這條題目取消了他 那麼這個也都是一個先例 第一 先例是包括了 你將來出什麼題目的 那你真的問一下上面 或者你看一下那些左派的報紙 就是習近平是一個偉大領袖 嘗試讚揚他 所以大家就變成了一個歷史的題目 還有你出卷那個又怕 改卷那個又怕 那你改卷那個怎麼改呢 他說習近平是一個滿手鮮血的殺人兇手 那可不可以接受呢 可能叫紀律處分的學生 那麼答問題那個會怎麼回答呢 你明不明白 就是答問題那個擔心低分的嘛 就是他明明覺得不是的 那譬如就問這條問題 六四有沒有死過人 你答問題那個他覺得好像死過 那麼這樣回答呢 那首先不會這樣問 我相信 所以我想這個其實是成為了一個很大的先例 就會是令到教育被政治干預 而這個不單止是出現在歷史科的 你要知道 就是很多 就是我又不敢說到數學科都會出現 就是一加一照計不會變成三個 就是未必這麼快 但是你會看到很多其他的 就是除了歷史啊 中史啊 通識啊 文學 文學也是很多關於生活啊 批判的思想 中文甚至是英文作文這樣 是不是你是不是要作文的時候要作一篇文呢 譴責著這個美國特朗普 那麼高分一些呢 比如說中國的管治有些問題 你抒發一下你的情懷 那行不行呢 所以我覺得這個就會成為了一個 一個政治干預教育和一個思想控制的第一步 因為呢 其實出題是怎樣呢 因為我以前都在考試局那裡是負責出題目的 就是可能講一些背景啦 其實在通識科之前呢 就有一科就叫做 英文叫做 Government and Public Affairs 就叫做政府與公共行政的 那也是A-level 就是那時候沒有DSE的 就是有了DSE就取消了這些科的 但是據我所知那個出題的程序都是一樣的 其實因為教育和出題呢 這個真的不是由官員負責的 一定是由老師啦 甚至是學者負責 那就是以我參與過這個 政府及公共事務的出題的做法啦 那其實當年的合作的對象就是阿勞家耀 那現在都是因為這件事件 大家相信是他因為這件事件呢 就請辭了啦 那當年就怎樣呢 那整個出題審題的委員會呢 就有阿勞家耀就負責行政上面的支援 但是其實是所有出題和審題 因為是兩批人來的 就是有個人負責出題目 那就跟著呢 就有其他人就評論一下 這個題目出得好不好 那所有參與這個會議 除了教這個考評局是一個行政人員之外 就是阿勞家耀本身呢 那其他其實都是老師啦 還有學者的 那當年我是中文大學啦 那當年其實出題的 還有包括了城市大學啦 香港大學啦 嶺南大學啦 那也都有老師參與的 那些都是很資深的 真是教過那些學生 就是他了解一下 學生會不會明白這個問題呢 會不會有誤解呢 那所以其實這個是一個專業來的 就是正如現在抗疫而已嘛 抗疫的時候你不會說 抗疫政治不正確 你為什麼要磨眠啊 你見到最初就有個反磨眠法的嘛 那你沒有理由說 整個醫生啊 袁國勇覺得 就是剛剛他做了一個研究 就是發覺 就是如果磨眠是有效防止 就是用一些倉鼠做研究 有效防止病毒散播啦 那你都沒有理由說 這件事情 突然間就有一個政治的官員就說 你不給磨眠 是吧 因為磨眠是政治不正確 是吧 因為這個是鼓勵別人去反抗的 同樣道理 就是教育 無論是歷史科也好 或者我以前的政治 以及工作事務也好 其實這個真的是教育的議題 需要一些教育界的人士 也需要一些學者去參與 其實大家都是獨立的 也都是那句 我又不是 就是教育局邀請不同的人士參與 不是大家合起來的 不是說中文大學包起 我們的立場是這樣 而是大家不懂的 獨立的 互相根據這個問題去到客觀地評審 這是什麼好的題目 所以也都這樣說 即使這次的題目出現有問題的時候 出聲的都不應該是一個政治問責的官員 而是教育界出聲 考生出聲 考生說我打不到 我從來沒有教過 考生是沒有出聲 老師說出得很差 很偏普 是教育界那些人沒有出聲 反而政治官員用政治理由來出聲 而他是沒有教育的 有很多人就看了教育局局長楊潤雄的背景 他是沒有一個執業教師資格的 沒有讀過教育的 也都不是歷史出身的 只是憑著一個想法 就是傷害民族感情 二次大戰 日本侵華 就是那幾年的 二次大戰侵華都是那幾年的 但整條題目問了四十幾年 利多於弊 他沒有說侵華不好 而出了政治干預 就似乎很過分 其實是一個用政治去踐踏教育 還有其實在現有的機制裏面 其實都可以交給教育界人士 一些真的有研究歷史的學者 去處理這個問題 那麼粗暴去干預 其實就是一個 令到政治可以直接干預教育 控制思想的一個先例 因為我不是出歷史科 也都是很秘密的 因為他也擔心 當你知道哪個人出卷 喂 會不會去找那個人呢 你明白嗎 真的去找那個人 喂 給點提示 今年考什麼 因為這個人都減少壓力 還有一個公正性的 所以考試那些都不會公開 你看現在都沒有公開的 沒有公開是哪幾個人的 處死那幾個人 也都是避免了那個壓力 和利益瓜葛 但是整個過程其實是很公平和公正的 首先我們要有個利益的公佈 就是我不可以 我有家人今年考考那個事 我又出了一題 那容不宜我 就是你說我不告訴他 或者他在我家見到 是不是 或者我發開口夢 我突然講了一個題目出來 他聽到 那就很著數 所以其實你會看到整個制度 有很多內部的機制 包括了不可以有利益衝突 就是我們負責 譬如有中學老師的 那個中學老師都不可以教今年班學生的 甚至可能不可以教明年班學生的 如果不是你很著數 你今年在這裡出題 回到教書又說 那今年留意一下這一方面 中日的東西很重要 那又可能有的 又令到不公平 那整個由開始出題到 真是出到的題 其實就會有十幾次會的 那還有很多人看過 回去想過的 那所以就其實整個程序上 已經確保了很多事件是沒有問題的 那所以你見其實 無論過往的高級程度會考也好 或者現在的文憑事也好 其實對過往都沒有很大的爭議 那也是每個機制就不是完美的 就是永遠沒有人說完美 這個世界如果完美就不用改善了 那但是我也覺得 這次如果真的有問題出了 也都可以自己去改善 而且應該留給韓國的專家 相關的人士 那現在學生教師 甚至是校長 如果在網上 你會看到很多本屆的學生 是提出了覺得如果取消題目不公平 他覺得他是應付到 不覺得題目偏頗 又中學校長都出了聲 那偏偏這些聲音就沒有被去到重視 而是一些政治掛稅 就是沒有討論空間的 其實沒有討論空間很奇怪 因為教育是擴闊你的思考 那不是一定要給你一些正確的理論 就是正確的理論就是標準答案 因為你有時候知道怎麼做錯的 那可能特地問你 習近平是一個很無能的領袖 那其實我可能很支持習近平的 我就挑戰一下你的思想 看看你懂不懂得去反駁 那所以他有獨立思想 批判思維這個教育的目標 那現在似乎也是違背了這個目標 就是統一答案 沒有討論空間 那你沒有討論空間 那你沒有討論空間 學生又怎麼鍛鍊到一個思考的能力呢 那但是這個就不管了 那所以到了將來可能真的 就是我想考Multiple Choice 就是選擇題就可以了 或者考True and False那些就可以了 因為學生根本是不需要討論 也都不需要有思考 那但是考試局的程序 就像我剛才所說 因為我都離開了一段時間的了 因為它有了通識 有了DSE之後就完了 但是據我所知 其實它的程序 就不會有很大的變動 而整個程序 雖然不是完美 但是其實已經保障了 很多我們擔心的問題是不會出現的 那但是我想最大的問題就是 會不會做到呢 還有會不會那個反效果是更加大呢 但是我覺得想做什麼的事情 就很簡單的 它就想將香港和國內的教育 可能是看齊 就是學生就不需要有些什麼獨立思考 那盡量灌輸一些一模一樣的愛國 支持領導人的思考 使得他們完全是不會被 就是當你任何的民主 自由 權利 全部都沒有聽過的時候 那你怎麼會爭取呢 那就是一些順民的教育 甚至如果說得差一點的就是一些奴化的教育 那沒有了獨立思考 那所以我想就是整頓學生 學校 老師 教育界 那讓大家統一了思想 就是一個愛國的思維 那我覺得這個是他想做的 那但是問題就是做不做到呢 你看到他反送中又想做 一夜之間就硬來過了他 他以為是沒有事的 是吧 趕快過了他 那三美主持人熟化就算了 那香港人的 那向前看了 那我會覺得第一 就是大家路人街見 和經過反送中 就是這個反響可能會更加大 就是我想沒有什麼中學生 或者甚至學生 你會見到這次反送中 其實就比較奇怪的就是 以往就是佔領中環 那類啦 是不是 雨傘運動其實都是大學生 但是這次是很多初中生都會參與的 那現在大家想起也去回了 就是反國教 就是如果你想一下 黃之鋒啊 周庭那些怎麼出來的 就是他小時候 就是十二三歲 我忘記了幾多歲 都是十幾歲 就是年輕人的年代 就出來發 找中學生的罷課 就是反國教 那最後也有很多家長 那所以我會覺得 就是這個會有一些 激化了一些更加多的抗爭行為 抗爭就會去到 就是中學生會抗爭 還有如果去看反國教 其實有很多出來的家長 就是你作為一個家長 你想不想你的子女被洗腦呢 那你要知道 現在都在說整個好像文革那樣 就是當你發現洗腦的時候 你洗腦不要緊 他愛國他 是不是國家會關照他呢 不是喔 如果你看回文革啊 的時候 他洗腦的路就是愛黨 甚至是反到家長的喔 是不是 甚至可能說 舉報你家長 你家長有沒有一些 在吃飯的時候 說一些反政府 反含脆弱的言論 你要批鬥他的喔 你要抓那些家長 一齊揮鬥他 所以家長就會很害怕 就是他害怕的時候 就說拆散他的家庭 你知道文革的年代 就是互相批鬥 包括了子女 批判父母 那你一件事就是 這些都好像是一些劣質的教育來的喔 就是一些不強調思想啊 標準答案啊 不讓人質疑社會上任何的東西 是一些劣質的教育 那你現在全球化嘛 全球化就是 那些人又要聰明啦 又要全球視野啦 又要不同的角度去觀察問題 其實最初他推通識就是這樣的原因的 就是為什麼他推通識什麼都會 就是說他世界不同了的啦 要裝備自己迎接全球化的挑戰 那事實在通識裡面 其中一個課題就是全球化 那你家長願不願意 讓那些小朋友變成了 就是蠢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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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蠢 還有他們的家長也覺得不妥的喔 因為你會看回 喂 你說大家這樣承受不要緊 你看一下高官啊 林鄭那些在劍橋 那兩個子女 楊潤紅那些好像去了澳洲 那為什麼每個的高官啊 那些當權者又稱讚到現在香港教育這麼好 但是另一方面呢 那些子女又很在外國接受教育的 那當然是有些事情的嘛 那所以我會覺得呢 雖然他就很想統一思想統一教育 就是由政治控制這個教育 但是我會覺得呢 因為他做得太明顯了 還有香港也都經歷了這個反送中 就是也都似乎自由 各人在收窄在生死存亡的情況 所以我覺得呢 如果他真是這麼狠心 這麼困難這麼快這樣做呢 其實激起的迴響呢 就是參考過往的反國教呢 就不單止中學生 或者甚至一些更加有聯的 甚至可能不排除一些小學生 小五小六都覺得不妥 還有他的家長也出來抗爭 這個對於整個政府的民望 認受性很大的影響 因為很多家長 你會見很多過往我們叫做藍絲的人 真的不是這麼著重這個選舉自由 說我子女讀到書 他出來找到東西做 公養回我 或者他有好好的日子 不用我擔心他的工作 那就沒有問題了 但是當你一碰到教育 其實大家就害怕 第一就是大同盟朝 大家還不會再讀這個 中學民民士DSE呢 就是奴法教育來的 被人標籤了 蠢啊窮啊才讀的 那同盟朝 有一群人就走了 認受性就低了 但是有一群人走不了 你始終住公屋啊 家庭環境教委 不是這麼理想的人 他怎麼送子女去國際學校 甚至去外國讀書呢 那批人也會更加不滿政府 所以我會覺得 如果這個這麼強硬的 改革教育 控制教育的手段 真的出爐的時候 我覺得會有一個反響 和所激起的民間的反抗 其實未必會小過 我們見到的反中中事件 甚至多了人參與 就是一些平日不理世事的家長 但是很明顯呢 其實他們這個整個做法失敗的 就是這個資源很多 就是他們其實用了很多 就做一些交流團啊 國家教育啊 給了一些中學啊 相關團體的 我亦都有問過 相關人士失敗的原因 亦都有反映過的 其實我有時候 如果機會不是這麼多 特別是反送中之後 就是我和另外 就是趁政府的派別的接觸是很少的 但是過往有些接觸交流的時候 我都有反映過 就是有些開明的人士也都知道的 整個問題就是它現在做的事情 是違反整個香港的價值 甚至是全球的價值 因為你全球的價值 就是你只要在這個自由的世界裏面 就是說我們要尊重個人自由啦 我要有一個言論自由啦 如果小朋友的最重要就是資訊自由啦 他喜歡看戲就看戲 他做甚麼就做甚麼 他打遊戲就打遊戲 就是他們其實也都不是這麼政治化 但是似乎他們整個教育 整個國民教育啊 愛國教育呢 都是違反一些 那些他們自小出生之後會接觸到的情況 就是說他們要有個人的權利啦 就是媽媽都不可以看他上網做些甚麼 就是他家裡都不行的話 那為甚麼政府可以看他上網做些甚麼 他入境的時候 要給你手機電話 有張照片他要解釋 就是這個跟他自小的生活環境 相信他普世價值是相反的 那這個就是一個大的迴響 是其中一件事 還有我們都真人真誠聽過很多 我們都問過那些人為甚麼這麼反感 就是國家又富強 就是現在那個年代 就是這幾年才有急劇變化 如果不是中國就是讓人覺得 哇這些GDP升級很厲害的嘛 中國世界強國 美國不行的嘛 特別是2008年 美國會被中國取代大家這麼想 就是他又搞過奧運啦 又搞過上海細博啦 就是國力如日方中的嘛 所以我們都問過那些人 為甚麼你是年輕人啊 為甚麼你會這麼反對呢 那時搞交流團那些 或者扔那麼多資源政府那些 想一下 當然是傳媒誤導了 所以怎樣呢 就扔了很多資源 我忘了有很多基金的 就等一些 一般中小學都可以去的 現在可能去北京 去國內交流 甚至有姐妹學校的 據我所知 你又不知跟哪間學校聯盟 那他又傳一些 就是找一些小朋友過來香港 一起上課 你又過去跟他一起上課 那所以幾個時候 整個想法就是香港這麼反叛 那些學生這麼不喜歡政府 這麼反中國呢 就是一個接觸不足 但是後來搞了很多的 據我所知搞了很多 很多錢想了下去 但是結果呢 反而是相反的 業務接觸得國內多 對於中國的那個反抗 對於那個抗拒都是越大的 那我跟一些相關的年輕人聊過 他說很簡單而已 我上課那些面書啊 什麼instagram啊 我一到國內 沒有了 我跟整個世界是斷絕 那我怎麼會喜歡你呢 我所有擁有一切自由 他就經常對著一部手機 上那樣上那樣 跟別人在那裡 WhatsApp啊 各樣的東西 聊天啊 八八掛掛 他一到國內沒有了 而這些是一個罪恨來的 是吧 就是他都翻唱的那個罪恨來的 那我怎麼認同一個國家 是剝掉了他所有的東西呢 那所以也都出現了一個情況 就是說他越認識中國呢 他對於中國就越反感 越不想上去 那所以過往說 中央做的很多的工作 就是說給多些資源啦 等於小朋友包吃包住的 很多豪華團來的 又旅遊啊 可能旅遊三天三夜 那只是給一堂 你就講一下國家發展 其他就是喝喝吃吃的 但是他都這麼抗拒 就不是說你那堂教他 國家發展出現了問題 就是一他一上去 就覺得很多東西不同了 他不想在這個地方繼續生活 也不想他現在的地方 變數好像國內那樣 那所以如果不解決 最基本就是現在的年輕人 或者普遍這一代出生的人 對於自己的個人價值 個人的權利 是一個要求的時候 那這個死亡不解呢 其實你怎麼改革他 就是灌輸他的知識 除非他一出生你就把嬰兒抱走了 就是那一刻就開始教 如果不是的話 我相信一般的家庭教育 也都會給他上網啊 一些自由他 所以如果這個死亡不解 如果他所推崇的所謂愛國啊 情感教育啊 那些那麼死固固的東西 就剝奪他所有的自由和權利的時候 那我不相信他任何一些 就是新的改革 關於教育啊 新的內容其實會收效 我覺得只會有更大的反效果 但是他會有更大的反效果 那些不及的反效果 其實還會有更大的反效果 那些不及的反效果 並非用於圍洞 那些不及的反效果 那些不及的反效果